先生今天陪着您一块来了吗 来了 我推一下先生的话筒 先生您好 您好 您还记得当时跟山东这家宾馆 签的这个协议是什么内容吗 不是免责 因为他那个医院又脏又烂又差 我们在那照片已经看了 我这没法看 这要看都是看不好 本来说的这样 有那么长大一看坏 我咱得回北京看去 当地那人就说 你们要不在我们这看 说你们得写 就写你们同意不在我们这看 就写的同意不在他那看 你们是在哪签的 在医院签的还是在酒店 他上那个酒店 他那房间里找我们去 寻的那条 从您的角度 您认为应该找谁 来承担这个责任呢 因为是这个旅行社 介绍我们去的 在酒店摔的 旅行社 酒店 他都应该有责任 刚才我听他讲 您不是很支持他对吗 我说呀都这岁了 他老睡不着 就要血压也高 心脑也不好 我说咱就花钱买教育 他就忍了算了就完了 我这意思就是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们俩关系 他都闹得挺僵的 我这点不至于 咱就算了 但是我想问一下女士 您为什么要坚持呢 我就找个说法 您认为这是您的权利对吗 嗯 您看啊 这就完全是两个不同的观点 完全是对立的 其实我特别理解 阿姨的想法 因为就是 每个人的性格不同 您肯定觉得 您摊上这个事了 您有一个情节没过去 就是受伤之前和受伤以后 您的生活是发生了 急剧的变化的 您的心里也因为 外界的这个刺激导致了 也发生了变化 我也想放弃 我也想放弃 对 那他老在我脑子里 对 您现在等于说 不仅我这儿 受了委屈受了伤 现在变成我心里也受了伤 也受了委屈 对 我的生活质量也下降了 最后通过这一件事情 你突然变得 就是没有人理解你了 这是对你来说 是更大的一个损伤 他说这个呀 刚才我给照这上有那个 嗯 我们一看 这是第一张吧 对 第一张 不让我们走 在酒店说让我们签字 我就拿这给照下来了 第二张吗 后来他上去经历说 这签字 我说这不能签 我说在你这儿说一字 只能 哪能说免责 没责任 把那句话删了以后 他又从写上签了 那也就是删的是这句话是吗 对 酒店旅行社不再承担责任 对 第一张我们没签 我说我们只能说 在你这个医院治病 我们不同意 因为他那医院又脏 又乱又穿 我的意思就赶紧 咱就赶紧回来完了 其实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对你们的生活 都产生很大的影响了 可你影响大了 那每天您得在家照顾他是吧 他照顾我三个月没下床我 以前买菜做饭 就是我爱人 那时候 他这时候一趟给我逼的 逼上梁山没办法了 什么都对我爱人 都是爱人 这菜钱什么价位 什么多少钱 已经讨价还点 他没买过 他跟讨价特烦 现在我也会了 是不是您在家照顾得很好 现在他确实他不管干了 都是我干了 都是我干 是不是您二位平常生活很恩爱 还行 就是这件事有点不同意的 但想一想 我愿意 先生之所以有不同意见 是为了谁 是为了您 我知道的是为我 可是我心里这口气就出不来 我说的就是什么 我就说找一个地儿说一说 他身体也不好 我说倒是你带急坏 带急额屁 你觉得现在身体最重要 对吧 我说你带气坏了 现在他血压挺高的 而且说今天在这儿录像 明天还得上医院去照你什么 CT 脑CT 我就是睡不好觉 学压高 原来我从来也没有过学压高 其实就是通过这件事情以后 虽然是一个不幸的事件 但是不幸中的万幸 就是你看您老公变得爱干家务了 能帮着照顾您了 就是您的心里的某一个层面 他是受获益的 但是我特别想劝劝先生 就是可以担心他气坏了着急 但是您得讲究策略地劝他 你肯定说 你要怎么样我就陪你怎么样 你不能说让他再从你这儿受气 如果您要老拦着他 你不要去维权 你真差不多就行了 这点事得翻篇了 或者老是去说教他 我们说其实心里的那个工作 和心里的这个动机 他不像做思想政治工作 他就觉得您不理解他 您不懂他 反而您这个效果是越劝越烦